今天上午讲完了那个啥了 讲完了那个斜面浮雕了是吧 那下午呢 下午咱们继续往下走 斜面浮雕里边还有一个等高线和纹理 等高线和纹理 等高线是干嘛的呢 等高线是可以给我们调配 用这个曲线调配非常多非常多的曲线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等高线的原理是一圈一圈的 对不对啊 那当我们使用这个等高线的时候 它也是建立一圈一圈的 这个曲线 这个这个啥 这个曲线 我们还是等着慢慢的再学到深入的时候 我再给你们讲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苗边 那苗边就比较简单了是吧 大家对这个苗边都比较熟悉 然后呢 在这个苗边的这上第一个大选框里边 大的属性栏里边是结构 第二个大的属性栏里边是天冲类型 那在这个结构里边 它同样会有大小 咱们把这个颜色给成为一个正常的颜色 你们就会能看到了 我先暂时取消一下 好我们看这个苗边 重新做一个 看一下这个苗边 那在这个苗边上面呢 大小呢 是可以控制它的苗边大小 当然我现在是用的一个渐变 咱们有个颜色 你们就看到我的苗边的大小 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 对不对 咱们给它换一个稍微偏蓝一点的颜色 更换颜色 这个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苗边大小 然后位置的位置的关系 我们可以给它控制内部或者外部 看到没有 但是苗边有个什么不好处 当我们苗边无限大以后 你们会发现它的边已经不是圆的了 同样呢 同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圆的进行苗边 圆的物体进行苗边 我们用这个原色进行苗边的时候 它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苗的特别大以后 咱们向外部苗边 把颜色改变一下 变成颜色 我们用颜色给大家观看 当我特别大以后 再大点 你们会发现它这个边也不是圆的了 对不对 就变成了多边形的 零形的形状 它是由这种形状来构成的了 已经不再是里边那个圆形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苗边 只适合小范围的使用 不适合大范围的去使用 明白了吗 当它超过一定范围以后 它的圆边 它的苗边形状 必然就会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果说我们一边需要这么大 我们就需要重新建立涂层了 明白吧 它只需要持有小范围的这种使用 内部外部和居中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内部外部和居中 主要就是咱们这个苗边的位置 这是在外部苗边 这是在内部苗边 然后呢 这是在压在下上居中苗边 然后它的混合模式 还是那四个模式 那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正常的混合模式 变暗区变量区 然后叠加区 差异混合区 包括这个色相混合区 是这样的 然后呢 它下边还有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主要是控制它的苗边的不透明度 然后重点在下边 我们下面这个填充类型 有三个类型 这三个类型呢 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是颜色 当我们选择颜色的时候 它对这个苗边颜色 是为纯色的 是为纯色的进行苗边 当我们选择渐变的时候 它就会调用一个 渐变的一个 它会调用一个渐变的一个 模式出来 一个渐变的一个样式表出来 然后在这个样式表里边呢 在这个样式表里边 同样下边 有它的渐变样式 这几个六个渐变样式 我之前已经讲过 线性镜像角度对称菱形和 这是什么呀 进发状 菱形 然后呢 它的角度是同样是可以 像我们正常使用渐变一样 对它进行一些旋转的更变 然后缩放呢 我们可以继续对我们这个渐变 进行一些缩放 缩放或者放大或者缩小 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小的变化 这是苗边 然后还有一个内阴影 内阴影呢 我们给它换成一个深红色 深紫红色的内阴影 内阴影里边 内阴影里边同样出现了一个什么呀 使用全局光 使用全局光 然后角度 角度这个东西 角度是需要配合这个大小和距离控制的 你们看我现在这个没有距离 只有大小 没有距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情况下一般的情况 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只有当你有距离离开以后 有距离离开以后 你才会发现 你的渐变才会跟随着你的角度去旋转 然后呢 后面的使用全局光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 全部关掉 然后呢 这是距离的问题 大小呢 是控制我们这个渐变的大小 就是说它从最实的部分 到没有的部分 这中间它会有一个渐变 对不对 有一个透明的渐变 这个透明的渐变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阻塞值给它控制 控制大小 当我们拉到100的时候 它的渐变方法为0 最实的就没有任何的渐变了 当我们0的时候 它的渐变方法为最大 从这个位置一直过渡到这个位置 大小就已经比较好理解了 但是在零 在没有大小的时候 你调节这个距离 它和这个阻塞值的距离是一样的 然后呢 只有有大小的之后 它才可以控制这个虚化的关系 但是当有人虚化之后 我们还可以同时控制这个阻塞值 来继续给它控制这个边缘虚化的问题 这是这个 然后内发光 内发光有点像这个内阴影 我们正常把它给为正常模式 可以看一下 它同样也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渐变 一种是颜色 然后同样也有阻塞值 阻塞值和内阴影的阻塞值 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呢 大小同样也是有大小 和内阴影是一样的用法 这个哈 也可以做内阴影用 这些东西都是都是通用的 那就看你怎么用了 有的时候我就是做内阴影 我就没发光就做 这样是不是也是做出内阴影的效果来了 光泽 光泽 暂时不讲 颜色叠加 颜色叠加比较好理解 颜色叠加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 直接给覆盖掉原来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下面 我们下面是一个浅红色的颜色 对不对 我们下面 下面是一个白色的颜色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白呢 我可以适当的给它调节一下 加上这个颜色 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 我们做UI设计 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这个 渐变叠加和这个颜色叠加呢 就是说 我们我们做的图标哈 谁也不能保证 第一次配色 就是完完整整的 非常非常完美的配色配出来 对不对 那这样呢 软件里边就给你提供了两个功能 一个是颜色叠加 一个是渐变叠加 这样的话 有这个图层样式 我们可以随时的调节 随时的预览 在这个后边哈 有一个预览功能 你们把这个预览功能 打开 如果说你们不打开的话 当我在调节这个颜色之后 我只有点击完确定之后 它才会变过颜色来 明白吧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哈 我们这个位置 就一定要把这个预览打开 然后可以看到 看到我们随时变化的颜色 你比如说 我调的这个颜色 感觉呃 欠缺点 我再往这边调 感觉这个颜色 还有点太火了 然后再往上调一下 感觉这个颜色 哎 漂亮多了 对不对 就是说 它可以随时的帮助你 做设计 随时帮助你 做后期的调整 渐变叠加 混合模式 不透明 渐变 渐变调整 渐变调整层 我给你们说一下 这个渐变 渐变的这个编辑器 在这个渐变编辑器里边 它同样有实体和杂色 当我们使用杂色的时候 它会出现杂色的效果 正常我们是使用实体 平滑度为100 然后呢 这个位置 这个叫颜料盒 这下边挂着两个叫颜料盒 上面这个叫透明的盒 叫水滴盒 然后你看 当我们选择它的时候 我们下边这一排的属性 是可以选择的 对不对 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 是它所在的位置 这边为0 这边为100 左边为0 右边为100 然后上方呢 上方一样 同样也有个位置 左边为0 右边为100 然后呢 当我们下边 选择什么颜色的时候 我们这个颜料盒里边 就为什么颜色 然后给它灌上去 这么灌输上去 吸引上去 然后来给它 适当的去做 搭配这个颜色 那当我们 当我们这个 为0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的红色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的红色没有了 也就是说 它是控制的 相对应的 整个服调上面的 一个渐变 明白了吗 整个服调上面的 一个渐变 比如说 我在这个地方 再给它调成100 它红色 从这个位置 开始又有了 它是从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0到100的一个渐变 就是透明度的渐变 然后下边呢 它不会去考虑 你颜色的关系 颜色的关系 是需要你从这个位置 开始给它进行调整的 明白了吗 这个好理解吧 然后你点击确定 要算简单是不行的 正常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那我们正常这个渐变 在我们渐变选择的模式情况下 我们可以拿鼠标 来对它的渐变的情况进行移动 我们经常有时候 我们我有时候会用这个渐变 去做那个投影关系 然后后边后边会有一个反向 它可以把你的渐变给 渐变给反向过来 与图层对齐 与图层对齐 包括什么呀 重置对齐 重置对齐就是让你的整个的镜像 这百分之百的 一百分之百的这个渐变 重新回到你的图层上面来 假如说我现在调调调 我调不到中间去了 你点一下这个重置对齐 它就可以回到你的中心去了 与图层对齐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它就不会与图层对齐 它会考虑你整个渐变的 这个大小的关系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投影 比如说现在这样的这种状态 这样的下边是黑的 我想把这个黑的留下 把那个白的去掉 怎么办 选的哪个混合模式 黑留白去 留黑去白 有哪个 用正片叠底还是绿色 正片叠底是留什么的 正片叠底是留白吗 正片叠底是留黑是吧 那绿色呢 那我现在有留黑用哪个 正片叠底 正片叠底对不对 诶 为什么没有变化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底啊 我们的这个底为白色的 你看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就出来了 它是不是就有了这个白了 你们看这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 它下面这个投影啊 它不跟随我的这个图形去变化 对不对啊 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刚才点掉的那什么 与图层对齐 没有点上 明白了吗 就是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把这个与图层对齐 它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们再调节一下 把它放大一下 调上去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写实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它做什么呀 做投影 一边是实的一边是虚的 对不对啊 我们可以直接套到一个圆形上去做那个投影 对不对 这是这叫月牙型的投影 月牙型的投影 这是见面叠加 见面叠加完了图案叠加 图案叠加是叠加图案的 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可以有好多的图案 你们也可以自己往上添加图案 添加图案在哪里呢 添加图案在这个 图层 我看一眼哈 我都好久不用这个东西了 因为添加图案哈 我直接就拿那个正片叠底给叠上去了 很少用这个图案的东西 在这 不是这 选择对象 这是图层 图层蒙板 然后图层取消 然后这是图层编辑文字 在这边 选择在这边 稍等 我那个一会儿给你们找一下 他给你们说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再看 咱们做这个投影呢 它就跟着我们这个 里面那个见面就跟着我们的图层 开始移动开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 然后图案叠加呢 图案正常叠加哈 如果说我们的 我们的 见面模式哈 我们的见面叠加 为百分之百的时候 我们的图案是不显示的 明白吧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弊端 所以为什么说 我有时候做这个见面叠加 我不太 就不能用这个 图案叠加呢 因为它会 对你的见面叠加的颜色 损失掉一部分效果 你只要说我要显示 下面这个图案叠加的话 我就需要把我 见面叠加的这个 不透明度给降低 我降低之后 我才能看到 我这个图案 对不对 那到时候 我这个图案也看不清 我的见面叠加也看不清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位置 就不太 不太适合我们去使用 然后外发光 外发光就比较简单了 做些那种 类似于佛光的效果 这谁笑得这么开心 它类似于这种 佛光的这种效果 是不是 就感觉一下 在后边来了一个神秘的光线 打在后边 日月时来了 是吧 投影 今天上午 我们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投影 不要使用这个全力光 把大小放大一些 正片结底 距离离得稍微远一点 然后呢 这个透明度给它增加一些 给它调成一个重点的颜色 距离也不要太大 这些不同的样式 不同的样式 要混合着你们要做的 不同的案例去制作 而不是非得要 不是非得要做到 做到这个这种程度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混合模式的一个 固扫钥匙的一个讲解 感谢观看